花五年时间在破烂市场捡破烂 居然把家里装修成了博物馆 你敢相信吗 今天带你们参观参观 我新装修的房子 现在你们看到的就是装修前的客厅 不要眨眼啊 咱们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软装 基本上都是我常年累月 在破烂市场 或者是外国的跳动市场淘到的 当然了还有一些是在乡下收到的 例如这个青中期的凳子 还有这个青晚期的帽桶 都是在山东乡下收到的 这上面的油画 基本都是出自哈尔滨的破烂市场 是不是名家不知道 但是都是手绘的 这个柜子里的藏品呢 是我一部分很重要的收藏 你们想看哪天具体给你们讲一讲 这个是装修前的书房 是我另一个房间 还是不要眨眼啊 这个书房主要是以中式为主 大多数软装也都是我在 国内的破烂市场 国外的跳动市场 淘的一些古话 这个房间里的一些家具呢 都是我家原来留下来的 这个棍呢 是我奶奶原来出嫁的时候 找老匠人打的棍 我家一共养了三只猫 这只猫是其中一只 一只母的布偶猫 叫呼呼 这个小餐车和摆件呢 也都是从国外逃回来的 门后挂的地图呢 是我在哈尔滨破烂市场 淘到的一幅维满洲国的地图 这个地图制作于康德十一年 树房地上这只猫呢 是我养的唯一一只加肥猫 我爸给起的名叫萌萌 哎一回头 返回客厅又看到了一只大猫 这只猫呢 是我养的第一只猫 也是只布偶猫 叫黏黏 它是我们家的颜值担当 这个黏黏呢 有绝活 会握手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装修前的卧室 还是不要眨眼 这个房间呢 其实是卧室和电竞 二合一的一个房间 这个电竞的空间呢 大部分的潮玩呢 都是我在普拉市场淘的 这些玩具呢 是我淘到的一部分 大概每件都是几块钱左右吧 上面大一点的玩具呢 可能贵一些 大概普拉市场入手价 五块钱 十块钱一个左右吧 你们看这个闪电卖坤 眼不眼熟 就是我上上期做的节目 进门这里啊 我做了一个 1比64小车的收藏墙 收纳了我一部分 1比64的合金小车 大部分也都是从 普拉市场淘的 这是我爱人 自己做的一面 等身的灰溢镜 挺贴合这个房间风格的 房间里还有一些 名家手绘的插画 就不多一一介绍了 我家还有很多很多细节 没有跟大家介绍 很多装修的心得呢 也没跟大家分享 还有厨房啊 厕所啊 也没有跟大家介绍 如果大家想看 我再拍一期视频 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本期视频制作着实 创作不易 您能看到这儿啊 都是铁粉 欢迎给我点个赞 谢谢大家